觀眾大家好 新聞大解讀的是主持人 胡中信 我介紹三位來自 基層草根的民意代表 或者是民意參選人 民代參選人 第一位臺北師議員 陳怡君小姐 歡迎 胡大哥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高雄師議員 吳玉鎮先生 胡大哥 各位觀眾大家好 已經獲得國民黨提名的 立委參選人 洪孟凱先生 胡大哥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 我們今天當然第一段 一定要談昨天民進黨 中職會的 也不是決議 而是用一個非常特殊的共識 這是一個充滿著政治奧妙 其實文字配合都有意義的 他不用表決 用共識 第二輪 其實我們就談 韓國瑜參選總統的利弊得失 其實他如刀之兩刃 所以我在正式往南前 我們先看一段民進黨的 昨天中職會的最新狀況 以及後續發展 那我們先來請教三位 談民進黨的黨內出選 經歷波折 終於塵埃落定之後 總統吞了顆定心丸 看起來輕鬆不少 這個初選的民調就拜託大家幫我顧一下 中職會是按照黨張開的 而且是一個黨的意志的民主的機關 那他們所做的決定 中職委所做的決定 也是黨的機制 民主機制的一部分 定案的初選辦法 在舉行一場電視證監會後 6月10號到14號進行三人對比式民調 也就是以蔡涵科和賴涵科民調決勝負 民調方式式化和手機民調各佔50% 等於初選規則都按照挺一派的要求走 也讓賴清德第一時間在臉書發文 說被修改的不是辦法而是民主 被傷害的不是初選而是民進黨 對中職會的結果他表達強烈遺憾 不過過了一天他要大家不必再批評黨 萬物皆有裂痕 那也是光照進來的地方 蔡總統如果贏了 還有沒有蔡賴沛的空間 他話說的保留 當然還是一家一大一個 團結是最好的 那至於其他的情形 那就看我們整個黨 來做後續的共同的思考 那如果可信你出國的話 可以自在進行嗎 你這個時候不應該問我這個問題 我當然會說什麼回應啊 對民調輸了的假想狀況 蔡總統不輕易說出口 距離初選民調最後十天 英賴各自衝刺迎接最後決戰 一個禮拜以前在這節目 我說用膝蓋想 民進黨最後會用全代會的徵召方式 解決問題 上週四上週五 結果連續兩天 禮拜六的晚報頭版 禮拜天的日報頭版 都用特定人士放話 全代會解決黨內初選 特定人士當然不是我 是我把他提出來 有人把我的話拿槍去打槍 顯然的 黨內人士有人在運作 也就是全代會就是我們打槍牌 叫做show down 攤牌嘛 因為要攤牌了 才有昨天中職會 也不叫表決 叫共識 非接受不可 下一步不然就全代會 請容許我簡單地做評論就好了 這是我個人立場 我不希望影響他們的三位來賓的言論 我只是講我的觀點 只代表了立場 這次先看 我也把相關新聞引述 各報的頭版頭條 我不談內容了 我也不談肢解了 LINE大反彈 大反彈是昨天半夜發臉書 我應該說LINE情緒大反彈 最主要關鍵就是 納入韓跟科 韓科 這裡面就有學問 為什麼納科呢 這叫學問 Mega 當然 賴前院長睡個晚上 我相信睡不好 他今天表態了 昨天半夜嗆 這個改變遊戲規則 他今天說不滿意 但不再批評 其實這句話是多餘的 然後呢 蔡總統 你看相當笃定了 一加一大於二 我不講了 但是我敢打包票 絕對沒有蔡賴佩 絕對沒有蔡賴佩 來 初選民調 三喀都 讚韓科 對蔡有利 因為把科 納進來 我騙讀所有的報導 只有一篇文章 一個報紙 一篇文章 我對這位記者非常佩服 跟我的觀察完全一樣 我不引述是哪個報紙 哪個記者 但是你們繼續找 改規則加組織站 進入勝選戰鬥位置 就是要讓小英 漂亮的贏 這位姓崔的記者 請照我 這個崔小姐一流 航阿來 全台灣唯一解讀的 跟我的解讀完全一樣 不是說我是權威 說這位航阿來的記者 完全正確 這是 如果我是總編輯 我今天就加 加那個獎金馬上給他 請這個報紙總編輯 馬上加發獎金 真是精準的解讀 好 等一下會談國民黨 但是我要把國民黨先談一下 昨天王金平院長說 總統高雄雙書 他指韓國瑜先生 大家都很清楚 我非常佩服王金平院長 為什麼 當韓國瑜 你要選市長的時候 我告訴你好嗎 民進黨目前正在啟動 罷免高雄市長 你高雄市長會罷免 民進黨會啟動 同時呢 郭台銘進場 請問 你是不是高雄 總統高雄都說出呢 這讓我想起清朝 台灣有個叛亂 叫朱衣貴 朱衣貴是養鴨的 他就像跟我一樣 拿著棒子 一揮 鴨就往那邊走 一揮 鴨就往那邊走 人家說 你一揮人家跟鴨子跟你走 你不要撐地啊 於是他就撐皇帝 結果沒幾天就被清朝剿滅了 所以後來是阿姆王 鴨母王 韓國瑜先生 你不要變成鴨母王 韓粉叫你選你就選 坦白講不是韓粉 是某媒體大亨每天給你造神 造勢 這個媒體大亨要做 Kingmaker 他背後有誰 大家知道啊 背後有誰 大家知道嗎 大家都知道嘛 好我只講三個結論 我話不多啦 我先講結論 我要說給所有總統參選 也觀眾說 這是我做政治評論 在台灣第24年 我研究歷史 今年第45年 我只得到三個觀念而已 不管是當今現實政治或歷史研究 一 政治跟媒體都是實力 談實力 邏輯感情都沒有用 第二 政治人物在處理事情 判斷事情要絕對的理性 把情緒感情帶回家送給太太就好了 第三 慎選就王道 千萬不要在遊戲規則改來改去 為什麼這樣說呢 美國人一句話啦 美國是台灣最崇拜的民主國家啦 連美國的政治人物 當然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 初選資助是非常穩定的 已經經過坦白講一兩百年認證了 但是即使如此 美國願意都說啊 大家照著遊戲規則走 如果你不能贏 就改變遊戲規則嘛 請問國民黨跟民進黨 從一九九六年以來 第四大選 哪一次沒有改變遊戲規則 都有啊 好 這是我評論 我們就請這個余晉小姐 你不要受我影響 這是純粹我本人觀點 我想聽聽看 乃至基層草根的民進黨 從政同事 余晉請 是 我想選舉就是要贏啦 那但是就是昨天 其實賴清德院長 雖然說他有表達他的不滿 但是其實他也非常的感性 在最新的臉書的一篇文章 他表示說萬物皆有裂痕 那是光照進來的地方 那並且也呼籲民進黨的支持者 不要再批評黨 大家要化這個 以悲憤化為這力量 所以我認為說 這還是一個展現一個 還不錯的風度 那我個人是很擔心說 在這次民進黨 在這次總統大選狀況 我們以今天最早 早上的民調來看 其實如果以四話跟手機 各五十趴支持度的比較 如果是 不管是蔡英文 或是賴清德 其實我非常的擔心 我們的民調 其實都是第三名 所以說真的沒有分裂的本錢 所以民進黨要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跟注意 那這是蘋果的民調 那第二份的民調 是美麗島的民調 其實如果假設柯文哲 他沒有進入這民調的話呢 在不管是這對手是韓國瑜 或者是郭台銘 其實民進黨跟這個國民黨的這個民調 其實是不分上下 但是在柯文哲加入之後呢 韓國 就是國民黨跟民進黨 遠遠的被拋在很後面 所以我很擔心說 其實像這樣子的民調來看 所以我認為說 民進黨應該要有危機意識 因為這個 不問嗎 不問 只是那一顆 你監督制的柯市長會抓到嗎 只是那一顆啊 柯文哲的柯會抓到 掛到嗎 對啊 我很擔心 你認為會嗎 我認為會 你剛剛的意思在這裡 是 所以你擔心 不是沒有道理的 是啊 請繼續 我非常的擔心 那所以就是 而且其實會 這個民調 也顯示說 其實會影響民進黨的 就是柯文哲 所以我要真的要呼籲自己 我們自己的支持者 就是說我們這一戰一定要團結 那再來我這邊想引述一個 我認為說 我想引述一個聖經的故事 對 在所羅門王 有一次他就是有兩位這個母親 他帶著一個小孩 到所羅門王的面前 跟所羅門王 請他做一個這個 就是說做 做一個 做一個依據 他們在爭這小孩子 那這個要怎麼證明說 這個小孩子是母親的呢 所羅門王他以這個 他說如果把小孩子批成一半的話 那來分給兩位母親 那其中一位母親 他很擔心 他就他就很主動地放棄 這小孩子的權利 所以所羅門王他惡話不說 馬上把小孩子的送給那一位 擔心小孩子會被批兩半的母親 這告訴我們什麼 民進黨其實整個臺灣 他就是這個小孩子 那兩位母親呢 就是支持賴清德 跟支持蔡英文的 我們基層的選民 所以我要呼籲說 你用這個比喻我當然聽懂 那你認為誰是 誰是真正的母親 誰是真正的母親 你心不中認為 你總要回答 你比喻我們都知道了 我跟你講 我從小就聽這故事長大的 但是我要先說 你這個比喻是誰是真正的母親 其實我真的 你敢公開講嗎 其實有一句話說 國家因人民而偉大 我其實已經不寄望 不奢望說高層能夠來放下 但是我所以只能呼籲 我們一票一票投出來的支持者 大家都當那個母親 當一個慈悲的母親 你還是沒有回答我問題 當然我不要很一定要逼問 不要把你逼到牆角 其實賴清德先生 已經被民進黨逼到牆角了 我覺得他其實處境堪憐 但政治很現實 我跟你講賴院長 你不應該花卸任何情緒 昨天的臉書 或者說不滿意 但不再批評 坦白講 強者不講這種話 強者啊 叫做來看看 叫深沉厚重 深沉厚重 其實賴清德跟韓國瑜 就是黑澤民電影裡面引誤者 這是一個酷刑 他一定覺得自己站在插口上 沒錯吧 明進黨是賴清德 國民黨是韓國瑜 站在插口上 好 我等一下回來請教你 其實哪一個人 就我們這個新聞大解讀有臉書了 你就打胡宗信新聞大解讀 誰敢跟我對讀 我說蔡善沛 我賭一千問雞排 而且聽說這邊林口 我不要講這名 這個叉叉雞排是林口最有名的 這個叉叉是花明那個外有定力那一位 我不想替人家宣傳 我賭一千問 誰敢跟我對讀 蔡善沛 來 這是 今天一個雜誌所公布的 2019縣市長施政滿意度 六都之中五星市長只有他 來 這是五星市長 那蔡英文如果他拿到黨內門票 我認為他會拿到 護手是誰 只有三位嘛 盤文安 鄭文燦 林志堅 論志排輩 鄭文燦 我賭蔡善沛 但蔡善沛面對國民黨或面對最後那一科 要是我是蔡英文 我是鄭文燦 裂解國民黨 我找王金平院長 但是行政院長 大家講好 有沒有道理 蔡善沛加王體制 這是我的參考 僅供參考 來 議政進 我覺得蔡英文總統 在作為一個現任的總統 那會受到黨內的挑戰 這個倒是第一次 那國民黨好像都不敢這樣 上次他碰到狀況 現在蔡英文跟馬英九 第二任狀況 其實很接近的 民調非常低 不只是其他在野黨 他自己黨內都受到很大的挑戰 可是國民黨的威權的這種文化 還是雖然已經越來越 已經民族化了 可是那個威權的心態 權威士的家長還是保不了 那時候我就跟國民黨 我們在那些 我們在很多好朋友 立法委員 就跟他們講 說你們如果不敢出來挑戰 你們要全部要陪葬 那結果後來有一個 我叫張華選黨主席的時候 就很挑戰 那時候張華有一個年輕人 中常委 也是連署要跟馬英九總統拚那個黨主席 結果結果被做掉 結果那個好像連那個統計書還是什麼連署 做掉就做掉 好像有人挑戰 大家就很高興了 變成國民黨就很高興 把他撈開就好了 也不敢也不願意去挑戰這個所謂的整個體制上 所謂的雖然馬英九總統 那時候民調非常低 然後也大家也黨內也非常各派系也非常不滿 那但是為了自己的黨也是只好 就是只好再演一次 也不敢挑戰 再次延期攻略 再演一次嘛 對不對 也不敢挑戰 那這個回過頭來 就想看那蔡英文碰到狀況 這碰到 所謂碰到狀況 當然自己要最負大 最大責任 但是讓黨內感到流血 自己就要檢討 很大檢討 這第一個 第二個賴清德敢去挑戰 我們也真的不得不佩服他的勇氣 不管你對他什麼人格特質 怎麼樣 當然你說包括從以前在議會自己解讀 譬如說議長會選 那他就不想進去兩百多天 雖然有他的堅持 可是那種幾乎是親教徒 自己制定標準的 那種非常不 就是說 自己定時的標準 然後要大家去遵守 他這個個性從以前到現在 而且第二個 太多人 太疼他了 長輩 我們當時候在 最叫金孫 真的 我舉一個例子 我們那時候我們在高雄 在對一個環境的整個議題 在各地方是跟新北市 坦白講 那時候新北市高雄是最認真 周習偉 那結果呢 我們要爭取一個中央有一筆錢 六十 五六十億的所謂環境的一個預算 那本來是高雄是可以爭取到 可是奇怪 怎麼做的報告 怎麼做的 我們一看我們內行人 這些環保團體 跟所謂的這些關心高雄的議題 很長期在關注的高雄市政府說 我們的報告怎麼做的 亂七八糟 他也不想要準備 後來才得到一個訊息說市長 要給希望給賴清德 把這個四五十億 是給賴清德去得 所以說希望賴清德把這個環境的 這個整個預算 健康城市 還是環境的城市 居然我們自己願意放棄 各位 賠責這麼多 居然為了就疼 這麼疼 用疼 用疼賴清德 所以說賴清德整個個性 包括自己本身的個性 跟大家的支持 所以說他碰到這個事情 那他也會堅持 所以一開始他登記 我就讓他都不會 我那時候認為就不會退了 所以說一直在我 當然是他們也知道 但是什麼蔡賴胚 根本沒有這個可能性 那一直走一直走 走到現在 那我覺得不管怎麼樣 你看到不管是國民黨也好 民進黨還有這個邏輯 但是還是你說覺得很不合理 可是權力的邏輯就是這樣 剛剛主席生長 你這日系畢業的 你懂得叫政治邏輯嗎 對 政治邏輯跟一般人性邏輯 不一樣 對不對 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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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說 我同意愛與包容 但是當你面對 英國人跟德國人打仗 你可以說愛與包容 這叫政治邏輯或戰爭邏輯 對不對 好好聽 那所以說 所以說這個是像這樣的 一個 我認為 我認為個人 就看賴清德賴清院長 能夠堅持到 就他個人來講 能夠爭取到這樣 還能夠最後民調 沒有被沒收 他已經個人是成功 就他個人是成功了 那就 你認為成功啊 不 就他個人 他可能會被沒收 本來最後 權力的邏輯到最後 如果你連沒有這個 沒有共識的共識決 如果連這個沒有 可能直接沒收了 或者是針召其他方式 應該就是表情 就是意思 就是最後 其實我沒有參加中職會 我也攬得探聽中職會 我是插一下話 首先中職會一定說 中職會徵召 蔡英文或者建請全代會 徵召蔡英文嘛 一定會有這個結果嘛 是不是 大會才是 對啊 就是這個最大全代會 那所以說 我認為說 他個人來講 到這裡 到這裡 堅持到這裡 對他個人來講 就是讓民調讓去走 不管是民調 包括手機 包括有哪些 除非說 有另外做病情 否則 一般來講 他已經追 已經在這個 堅持到這裡 不容易的 但國民黨是不可能玩到這個 那最後我還是提 我最後還是提的 就是說所謂撒卡都 對他有利 因為我們所知道的 柯文哲的支持者 跟小英的支持者 他的相對 衝疊性是比較高 那他跟賴清德 柯文哲的支持者 跟賴清德比較互次 所以一旦他們撒卡都的時候 賴清德得分會比較低 那柯文哲跟小英 有些柯文哲的支持者 會本來就有衝疊 不是說誰去做操作 本來就是會支持小英 那這個撒卡都的話 相對在這個遊戲規則 是對小英比較有利 好 民調 各位可能會注意 我在主持節目 我從來不引述民調 我也從來不引述網路流量 為什麼 有些民調公司 是謀鬼工作坊 個人工作室 公布民調的時間叫做鬧鬼時間 你把鬧鬼時間當作查經班在閱讀嗎 我不做這種事 我也從來不相信網路流量了 因為可以買的啦 天下雜誌報導的 你相信買的民調跟買的網路流量嗎 你有沒有注意我從來不引述的 我韓阿來啦 我從來不知道 有些政論節目為了充業績 買網路流量啦 知道嗎 所以說我剛才會強調 政治跟媒體都只講實力 談實力 邏輯感情都沒用 我很有自信 我在請教孟凱晴還是吧 今天 今天 新聞只有一天生命 坦白看完報紙就往垃圾一丟了嘛 但今天只有兩個新聞引起我注意 眼睛為之一亮 就這一篇啦 就是要讓小英贏得漂亮 漂亮的贏 這位記者寫得真好 我給他素媚生平啦 我不是替 我也不想替這報紙廣告 所以我把它遮起來了 你們自己去找 第二 王金平真是政壇老鳥 他知道韓國瑜啊 總統 市長都雙輸 為什麼市長會輸 韓市長 民進黨準備要罷免你啦 你還不知道嗎 好 剛才這個議政說 到目前為止 賴清廣院長個人成功 一個戰役成功 一個戰爭會成功嗎 拿破仁是華鐵盧戰役 戰爭最後失敗了 成功有一百個父母 失敗成為孤兒啦 坦白講 你要講同情的話 賴清廣院長 經過昨天中職會這個共識 你已經孤兒了 坦白講我看清楚 來 孟凱請 切談民進黨 是我想民進黨在昨天這個中職會 他這樣的一個結果 全部的條件 其實都是蔡英文陣營提出的 所以換句話講是說 所有接受條件都蔡英文陣營提出 那這樣子不是因人設事 不是量身打造 不就是為特定某人來制 對你的遊戲規則嗎 包括說手機民調百分之五十 以往民進黨是從來沒有 國民黨也沒有 而這一次本來的初選辦法 也沒有所謂的手機民調百分之五十 但是現在加入了 而以往沒有納入柯文則是用兩個互比的狀態 現在也變成是三喀多的對比 那剛剛講是說這對誰比較有利 其實因為這是蔡英文陣營裡面提出來的條件 所以當然是對蔡英文有利嘛 所以換句話講是說 我覺得在這一個過程當中 本來四月十七號就應該要出來的民進黨總統候選人選 但是又多拖了兩個月 而這兩個月的時間 其實就是以時間換取空間 為蔡英文再度的把一些這個相關的條件給做出來 所以換句話講是說 蔡英文在這一次的城府之深 以及量身打造的這樣的一個狀況之深 我們真的很難想像是說 一個人對於權力的慾望有如此的強大 所以有一句話 我真的講得非常好 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 民進黨的所有支持者 你可以不認 不一定說認同我的想法 但是真的設身處地想一想 過去民進黨創黨的精神 跟創黨的價值 一個所謂的民主 所謂的法治 真的可以因為一個人的思維 一個人的想法 而量身打造遊戲規則嗎 但我覺得是說 在這件過程當中 其實機關算盡 我覺得對於後面的結果 當然不知道誰會贏 雖然大家都知道說百分之九十九點九 差不多就是蔡英文已經要勝負得贏了 但是我還是提醒一個部分 第一機關算盡的結果 蔡英文贏也是輸 蔡英文輸更是輸 怎麼說贏也是輸呢 因為現在已經遊戲規則改變了 所以如果說蔡英文到最後 真的如同大家的預料 大家的想法都覺得說 他到最後因為這種量身打造遊戲規則 手機民調百分之五十 納入的柯文哲之後 蔡英文應該理應當選 理應勝出 那如果到最後他勝出了不多 或說勝出了 你覺得賴清德的支持者 真正西中的那些賴清德支持者 能心服口服嗎 能驗得下這口氣嗎 在大選的時候 能夠無條件全心投入的支持蔡英文嗎 因為對於那些支持者來講 是說他覺得今天賴清德 不是輸給你蔡英文 賴清德是輸給你的遊戲制度 賴清德是輸給你整個民進黨 都要全力的鞏固 全力核心的這樣的概念 那如果說在這種量身打造遊戲規則之下 到最後我講這個奇蹟 就像棒球比賽 九局下半二十七個人出局數 沒有出現前 什麼事情都有可能發生 球是圓的 如果說最後因為這一兩個月 有發生什麼樣的事件 賴清德最後的民調贏 那這樣子蔡英文機關算盡 還輸給賴清德 我覺得更會是一笑大方 更是讓大家覺得說滑稽 所以說在這個過程當中 當然我們站在一個可見的對手 互相對立的政黨來講 我覺得我們都可以來做一個良性的競爭 跟良性的互動 但是我真的希望是說 在這一局的過程裡面 真的要好好思考 為了一個人來量身打造 修改遊戲規則 破壞的到底是整個制度 還是破壞的是永久的一個影響 那這一點部分 真的請民進黨朋友可以三思 我講孟凱當然站在在野黨批判民進黨 完全同意 你剛剛提的假設 如果是賴清德民調贏了 我告訴孟凱凱好不好 我是蔡英文的話 宣佈退黨 內閣全面改組 我找王金平當行政院長 蔡王體制拚 不要亂喔 如果退黨叫全民政府喔 找王金平喔 主聯合政府喔 手上握有國家資源喔 你賴清德啊 你立委要來嗎 你這裡立委要來嗎 我主委在我手上喔 欸 是我分配喔 因為國會不會過半嘛 多數黨組閣嘛 怎麼不可能呢 你也是南加大公共政策研究所畢業的嘛 對不對 這個 益政雄是哥倫比亞大學政治研究所畢業的啊 這個怡君很快要從台大政研所畢業 你們都政治科班的啊 我是讀政治史的啊 我會各種推演啊 我說如果那個狀況下 蔡英文保證退黨 組織聯合政府掌握資源 其實喔我不想替民進黨辯護為什麼 哪一次不是改變遊戲規則 一九九六年 一個黨外的盆平民進來 有沒有改變 公元兩千年 所謂的四年條款 有沒有替民改變 那周伯倫條款是經典版嘛 不要再講了吧 我只講兩句話就好了啦 我很希望兩黨就把美國的民主 民主共和兩黨初選制都帶進來 大家都沒話講 如果沒有建立的制度 坦白講就是這樣啊 現實啊 人要面對現實 現實面對你 因為要慎選嘛 我再講一次 連美國人都會說 如果這個遊戲規則不能改 那就改變遊戲規則嘛 我們海外很多台僑一定不同意啦 坦白講我看多了啦 我在引用杜倫文總統那句話 我隆偉先用英文講 If you cannot convince him confuse it 如果你不能說服他 要讓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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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嘛 民主黨這樣 我不能說服你了嘛 不能說服選民 我給你讓讓讓讓的嘛 啊講比較白 我是用蔡總統的口氣 你們太祖母最有難啦 管理在我手上啦 這句話是比較粗啦 我心裡這樣說 你們太祖母有管理啊 我想什麼不能算 這叫權利沒辦法叫權利嘛 是不是 這是我的觀點啦 好我們再來談這個 我為什麼說 我當然不是萬民算命的啦 我也不是看著水晶球啦 但是你也許會懷疑這個 認為說設施物制度性行銷 也許有制度性行銷 但是他出版了 你就你只要討論啦 我是講這五位 最有趣的是喔 劉振英縣長 他大概在兩個禮拜以前 寄厚厚一疊的資料給我 說請這個主持人參考 我馬上找他來上節目 他說他很忙七月才能來 你看 這小事情啦 我還不知道他什麼黨 他絕對不是民進黨 我不知道他是五黨 只要國民黨 他國民黨 國民黨你看 他都主動 這就是眉眉嘎嘎 第二 其實我已經邀請 鄭文燦市長 他對我說 我要他口氣講 鄭英雄 我現在是五人協調小組成員 我變成啞巴 我說好好 先暫時不要 那林志堅市長也一樣 對不對 雖然 大人的事情 雖然要怎麼說 他們當然拒絕 但是我特別以這個 劉振英現場做例子 這個絕對是五星級的 主動 很少有縣市長 主動把資料給我 我馬上說來談 好 我說這裡面都有 我看好他護手 他當然有志2024 好 我希望第二段談 國民黨問題 其實這是我們政壇的公讀杯 他因為他沒有被公道的對待 所以他講出這些話囉 我相信他非常不高興 我說出他心裡話吧 如果沒有三三造勢 王金平出人出利 有你今天韓國瑜嗎 結果韓國瑜你要選 市長還沒有坐滿五個月 要選總統 你想王金平會挺你嗎 所以王一語道破 總統高雄都雙輸喔 那些韓粉啊 歡迎來圍攻 我從來不當一回事 粉塵啦 都粉塵 我才不在乎 對不對 但是王院長說出事實喔 我為什麼要說出事實 邱吉爾說 人要面對現實 不然現實面對你 其實今天最強者是郭台銘 我認為黨中央是按住他 只是郭台銘今天很否認而已嘛 你有沒有注意 一個一個模式 郭台銘所做的方法 像不像馬英九在 在Long State的做法 是不是一樣 雖然他坐著私人噴射機 到臺東去 然後睡在榻榻米上面 完全是互製馬英九的做法嘛 有黨用黨 有馬馬在支持嘛 這是我的觀點 來我們就談國民黨 我們先從那個孟凱棠好不好 國民黨你家的大家先說 順順有這麼過來 來你請 其實我想應該是這樣子 就是說我們現在辦法已經出來 那特別辦法就是把所有主動被動的人 都納進來 因為最主要我們的核心價值 就是二零二零 我們一定要推出最強的母機 我們希望能夠勝選 所以國民黨民進黨 或是說現在柯文哲都一樣 就是我們最主要的就是要把最強棒也推出來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並不是說國民黨說了算 還是說誰說了算 說一定指明是哪一個總統候選人出來 而是透過全民調方式 我想這一些辦法也都大家耳熟能想 你最看好誰 你自己答 目前看起來在媒體上的這個民調呼聲最高 當然第一名還是韓國瑜 那第二名是郭台銘 那我們也看到是說 他們確實呈現了一個所謂的集團式的領先 韓國瑜郭台銘在第一集團 那現在朱立倫跟王金平算落在第二集團 不過因為還有一個半月時間 當然大家就要各自努力 所以我想在這一局裡面 其實包括說我們接踵而來 韓國瑜他可能會有他的韓粉 來辦的所謂的造勢活動 或者說郭台銘 他有這個全臺走透透的計畫 還是說我們知道朱立倫 他有下鄉直播的價位 其實這些計畫 包括說甚至我們的王金平王院長 他也有一些串聯的這個後援會的成立 這些計畫某種程度 都代表一個現象 就是大家各自在為各自的 總統候選人再來做努力 當然凝聚支持者 我能敢問嗎 因為你在這個林口區選 你會希望跟誰掛鉤 我 你可以直率回答 或者你可以不回答也沒關係 其實給胡大哥報告 我真的就是我們國民黨的 總統候選人誰出現之後 我們當然一定就掛鉤 我們全力立頂 對 國民黨 我說目前你敢表態 你不敢表態對不對 目前我們當然 因為我身為這個黨籍 以及我身為這 當然我自己有個人的偏好 這個沒有問題 我想如果說真的電話有打到我這邊的話 我一定會回答出我心目中的理想候選人 但是對於我們自己的一個總統 立委提名人來講 其實我背負的不只是我自己 還有包括說我們支持我當時的那些選民的一個期待 那某種程度上現在即使是說呼聲最高的是所謂韓國瑜 但是還是有大部分的人認為是說國民黨一定要團結 因為在這一局裡面我們面對的是一個可以為了自己初選而獲勝 而初選而出現而無所不用其計修改遊戲規則的這樣一個手握實權的執政者 那我們就更加擔心說如果說連初選都可以這樣搞的話 明年一月十一號大選有沒有可能來動手腳呢 包括說中選會的李靖勇這個主委 明明他就是一個二十七年二十八年民進黨黨籍的一個人士 卻可以一夕之間變成是一個無黨無派的中選會獨立自主的中選會主委 我們都感到匪夷所思 當然胡大哥我最後一句 我真的還是呼籲是說大家有些人會講是說非誰不投 有些人會講是說這個有誰必投 我覺得這都是一個民主的常態 代表是說大家支持者一定焦慮 但是更重要的是請大家一定要 就至少說請我們的支持者或說全臺灣的理性的選民 一定要靜下來先判斷 就是說誰出現才是真真正正能夠帶領國民 帶領中華民國為中華民國為臺灣找出路 那最主要的是我覺得 即使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或民進黨總統候選人 都還有一個政黨的奧援跟政黨的前置力量 以及政黨的核心價值 換算對比所謂的這個無黨無派無色的柯文哲 只有一個人 而且從二零一四年的政黨色彩 二零一四年到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八年到現在 真的不知道說他現在的核心價值是什麼的時候 我們真的會更加擔憂 如果真正真正是由這樣的一個 可以隨時跳來跳去的人來帶領臺灣的話 那真的出賣臺灣最有可能的 就是這樣的人選 所以我們還是期待 大家就靜下心來有智慧的判斷 如果說你真的七月五號到十四號 有接到這個民調電話 很幸運的話呢 也說出你唯一支持的對象 讓我們順利的能夠用民主 用全民調方式來選出最強的母親 我本來還期待孟凱兄可以反駁我 我保證 你們反駁我製作人一定把你當固定來賓 我公開講 你們應該反駁我 我今天打電話給一個 一個人 其實他在韓國瑜市長參選期間是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問他說為什麼韓國瑜要參選總統 他分了 頭分了 就是媒體大分要拱他就分了嘛 然後他說韓國瑜市長的性格的最大弱點就是 猶豫不決 決斷力不足 講得真好 亦以道破 偉大有三種 薩斯比亞說 有的人天生偉大 有的人因為奮鬥偉大 第三種 有的人的偉大是別人捧出來的 韓國瑜市長 你的偉大是媒體大亨 韓天電視 國瑜日報把你捧出來 你昏了 我們贏行 我是youtube 我聽說 聽說那個要退價 退價 是不是叫退價 退價 韓市長 你繼續起床還沒退價 你起床還沒退價 不是嗎 我是好意講 你要好好思考 你不要像司馬遼太陽的小說 宛如飛翔 描述西鄉隆盛造反 摔成肉餅 你不要像尼克森總統 他的核心幕僚寫一本書叫做 Blind Ambition 盲目的野心 以為在權力之巔往前一步萬丈深淵 來 憶正 我一直在講 其實高雄的選舉就是很單純 就是一個 分裂的民進黨 非常分裂的民進黨 對上一個 就是只要站在民進黨對立面的 就全力挺的 如果要講這一根直接的話 就是說我聽到很多的 那時候選舉的時候 說國民黨推出一隻 不要說什麼 一隻動物 就投不管了 不像以前說 非常非常堅定的深藍的 他說為了馬英九 把他們的所謂的那種年終獎金 只是年終獎金而已 就不投票了 那這個那時候的心 他們自己自我得到教訓了 所以說這個是整個氛圍 沒錯 第一個 第二個 伊利修 真的讓很多傳統民進黨 吃頭路的路感慨 做小生意的 氣到真的是 我們在拜訪選民的時候 嚇到沒力 這個都是民進黨 基本的一個支持者 所以我講的是說 包括當然其他經濟整個結構 當然更核心的整個內涵 是整個經濟結構 全球都是一樣 大家對一個體制上的一個反彈 那是不是反彈的人 是不是有能力解決 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要把現在的領導人打下來 所以你剛才講的 我們那時候的整個告知的是 一開始比 不是九十九比四十五 我們一開始講就是一比一 一比一出發的點 那當然韓國瑜的整個 韓市長的整個肢體語言造勢 可能更更有造更有 更有那種所謂的群眾的一個能力 所以說整個贏得更多 本來就五五波會贏一點 可是現在贏更多 就是那個整個氣勢翻轉下來 所以剛剛講的 也是說大家很期待 所以說現在我們也要跟高雄 我都問 我不會問那些反對者 反對韓國瑜的現在是更很興奮 我得到消息是 民進黨要在高雄市發動罷免 韓國瑜市長 會成形 有這個聲音 我今天就知道了 我今天聽到了 你應該地方也聽到吧 有的點點 但是就是這種 我現在講民進黨現在是屬於亢奮中 在高雄市 你覺得說 不管是說馬上來的 或是說二零二零的之後 或者是所謂下一次 他們認為一定是他的 只要韓市長出來選 那下一次高雄一定是他們的 不管是補選的或者下一屆 你認為呢 王院長說總統跟高雄會雙輸 他導致韓國瑜 這很多人的憂心 很多支持韓國瑜的還是市長的支持 我覺得王進民院長不要低估 他的話 至少他不要低估他的話 所以說我們一般來分的 就是看到的就是說支持 我們會看原來 原來是不支持的 他們到底是什麼反應 還有支持者 現在支持的也很多是這種看法 而且不是轉成郭粉了嗎 很多嘛 的確 我認識很多韓粉變郭粉 因為這時候支持民間希望說 他們期待的是說高雄又可以顧好 對 關媒體我 對不起我打擦一下 就好 我實在不是冒犯了 不是像戰情室變成富士康戰情室嗎 對不對 富士康戰情室 你看新聞都是以郭台銘為主嘛 我們難道不會看這個盤嗎 看電視的盤嗎 不過這新聞當然是 他是這樣的操作也沒錯 然後我現在回到說選民本身的自主性 而且我認識的我們會看他是跟著走的 還是比較自主性的 那些自主性的支持韓粉的 可能真的是很憂心 但是他們希望說韓市長能夠一部分 他們希望說韓市長能夠好不容易高雄二十年 二十年 總有機會能夠守著 然後中央郭台銘也不差 本來認為郭台銘沒有機會 郭台銘慢慢其他的整個新聞媒體的操作 或者他比較有資源也慢慢帶上來 那確定也把他的優勢能夠找出來 所以說大家也寄望說 如果中央從民調裡面也還是有機會 不是沒有機會 那認為說兩邊的話 可能對臺灣也好 對高雄 我想只是高雄的整個支持者 我要請教你 因為你是這邊唯一來自高雄的 你認為韓國瑜市長的進退應對 應該怎麼怎麼做 你也許不願意回答 你覺得如果你是他的好朋友 你會建議他怎麼做 如果是他的好朋友 我會認為說 第一個就是堅持他從頭到尾的 就是不要碰 那不要碰是說總統選舉初選 就是就是不參加 也不被動也都不要 那就等到如果說你就 但韓武點已經出現了 韓武點開始負面能量出現 所以說他才一開始的就是說 不管 所以很多朋友 就是他的整個幕僚 可能政治方面的幕僚 我不是說市政府 市政府有些是不錯的局所長 他的政治幕僚本身就是沒有準備好 然後碰到這樣的 政治幕僚就是孫大謙先生寫的 全臺灣都知道 他自己講的 那我覺得他不夠 大家是這樣批評 大家是說支持韓市長的本身 就是憂心他旁邊的人 就是有關這樣的政治不夠成熟 那所以說我們一開始就是這樣 如果 就像你講的 如果是你是他 或者你是他的好朋友 對 他這局是最好的 你為什麼建議 你說之前還是現在 現在來不及了 現在只能繼續走 現在只能這樣一直走 如果前面有閑安 我不能踩煞車嗎 我覺得他是踩煞車的 你不擔心他總統高雄上司塞成肉餅嗎 你不會擔心嗎 我覺得六月一號可能就是 如果說大勝就往前走 如果說就自動就是自然 自然 一個群眾大會就可以 我講的就是他不 你意思就是要再起重 不要退教就對了 就是他自己 不是按照自己的節奏在走 所以都對著環境被這碰著走 領導者 我舉西方 摩西走紅海說跟我走 耶穌到耶路撒冷定時代跟我走 哪有說被人家推著走的 你說韓國瑜是被韓粉推著走嗎 粉就粉成嘛 你的建議 結論 沒有 我還是覺得當然要回到他自己的一個思考 我覺得他自己本身已經在這個部分 已經不是他自己在可以決定的 好 高敬明牧師曾經有一次跟我講 他說他很早就看出臺灣民族性 高敬明牧師臨價價 那麼崇高的人都有說 我們臺灣人看誰在台下 就要撩下來 如果撩不下來 都用帝國給你掃下來 講得真好 我父親常跟我 我父親叫我說絕對不要從政 你可以做政治評論者 他說啊 我是把他畫演藝 我也長期觀察政治 研究歷史 我發現他政治有四個東西 我不想噴 一定是牽涉 利益 利益帶來情緒 情緒帶來嫉妒 憎恨 利益加情緒加嫉妒加憎恨等於背叛 我從來不想從政 我寧願做政治觀察者 來 請這個余君對國民黨下藥方做個建議 我首先我要先回應一下我們的孟凱 是這樣子 其實剛剛對民進黨的初選的這個辦法 跟規則你非常的有心得 但是也提醒你不要忘記 其實國民黨從最早的三七字到七三字到徵召 到現在連個民調辦法都沒有 所以我們都有 你們就是有沒有 民調有沒有 我們現在都有 納入什麼對手 都有都有 對 五家民調公司做每家做三千份民調 總共一萬五千份 但是也別忘記 在這些的過程當中 在這些的過程當中 你們也是從三七四七三 一直到要徵召 但是我們都是有所有的參選者 大家共同決議喔 跟說只聽一邊的聲音 是完全一樣 讓宜君講完 然後讓你回答好不好 好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好 其實就是為什麼韓國瑜 他這一次六月一號 他有一個這麼大的造勢 主要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因為民調下滑 而且下滑非常的多 那為什麼會造成民調的下滑呢 我想韓國瑜在高雄市議會 他在打巡的時候打不出來 而且態度非常的差 這個讓所有的高雄跟全國人民 對他真的看破了手腳 這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呢 韓國瑜他本身就是這個密室協商的受惠者 他有 他有這五點的聲明 他有批評說國民黨密室協商 那他本身他沒有要參加國民黨 他沒有主動要參加國民黨的總統的選舉 但是國民黨卻用密室協商的方法 把他納入 所以韓國瑜你是受惠者 但是你現在卻反過來批評國民黨 所以國民黨人 部分的人 我相信也不會去支持他 這是兩個原因 那第三個我剛認同說韓國瑜是這二十年來 高雄人給他唯一國民黨 這個很大的機會來拉下民進黨 就是為了相信他的發大財 相信他為高雄他的市政 他就是要他當時候他選舉的時候 他講非常的好聽 要為這些市民百姓這個發大財 大家經濟什麼生活很苦啊 所以大家都相信他 沒想到他這時候要來選總統 而且是用愛吃又假洗魚這樣子的方式 所以王金平院長講的沒有錯 將近有一半的高雄市民不認同韓國瑜來選市長 選總統 那全國人民也從這一次的韓國瑜市長的 這個答詢當中看破他的手腳 所以可能第一個高雄市長 他落跑市長會成為他最大的這個破口跟傷害 那第二個總統大選可能 如果被罷免更難堪喔 是啊是更難堪 不是落跑而已 所以我還是建議國民黨 國民黨人才這麼多 非得要韓國瑜出來選嗎 這我覺得應該好好的思考一下 其實我一定要韓國瑜市長 如果你把我當朋友的話 我也建議你 凡事過猶不及是可而知 見好就說見不好趕快跑 而且誰敢跟我打賭 賭一千萬雞排 我為了促進林口市區繁榮 我賭一份林口很有名的市區 我不提加廣告啦 叉叉叉叉雞排啦 我賭蔡參沛加王金銘底次 誰敢賭 對賭一千萬雞排 你上我新聞大姐讀臉書 感謝三位 其實我希望你們批判我的觀點 批判完以後 我會說一定邀請你做固定來賓 謝謝三位 謝謝 謝謝佑大哥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